手拿M24狙击步枪的顶级杀手 他此次的目标是坐在高速列车上的白衣老男 目测距离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 测试风速 调整焦距和清晰度 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一颗子弹 列车时速高达238公里每小时 必须一击必杀没有补救的机会 钻了钻手掌舔了一下手指 找到最佳感觉 对准了靠近窗口的目标 突然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 杀手迅速调整角度 妈妈领走了小女孩 列车进入隧道的那一口 搭档帮杀手运送狙击枪 赞他射出牛叉的一枪 对他崇拜的无体头 在行驶的火车中打中了目标的脖子 这个杀手名叫亨利 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 打中了脖子可是他瞄准的势脑袋 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大不如前 决定提前退休安详晚年 上线想留住他为国家再做的贡献 72次刺杀 72条人命让亨利觉得很不舒服 内心深处灵魂在隐隐作痛 现在只想要一丝的平静 走到湖边去钓鱼 发现原来的收银员被换了一个人 一只蜜蜂打扰他和美女交谈 一帽子拍死在地上 短发干练的美女引起了亨利的注意 思想积极进去还想考取海洋生物学研究生 快艇开到湖中央见到了多年的好友 开门见山直接告诉亨利 在猎日刺杀的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分子生物学家 在美国工作了30年 亨利看过的档案被动了手脚篡改 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好友把现人的地址和名字告诉了亨利 他们不知道 此时空中无人侦察机正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国情局本以为是天衣无缝的暗算 好友冒着生命危险让亨利知道他们做的好事 还知道了这条线索的现人是谁 现在必须要马上除掉亨利 不然等亨利查出原因死的就是他们 游艇开到一半 杀手敏锐的洞察力让他发现仪表被人动过 伸手掏出了一个监视器 可是女人看到了政务依然显得很淡定 不承认自己是国情局的人 每一句话都对答如流毫无漏洞 微笑让他更显得栩栩动人 这让亨利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 约他出来道个歉 鲜花送美女 然后又拿出丹尼尔在国防情报局在职证明 服役了25年总会交到一些朋友 想查出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 丹尼尔暴露身份 两人开始敞开心扉的畅聊 夜色降临 亨利的好友在游艇上被暗杀 熟睡的亨利被手机的警戒铃声吵醒 迅速跑到地下室 打电话告诉之前合作的搭档 赶紧把手机丢掉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还没有说第三句话 就传来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 但是想干掉亨利还不是这么容易 解决掉外边的杀手 丹尼尔还在睡觉说明 还不知道有人要杀亨利 已经杀了亨利的两个好友 那么下一个人就是丹尼尔了 这是私人军事机构训练线 与政府合作 与各种的暗杀任务 钟情局的一个杀手 在执行一次 知道自己被蒙骗 为了防止自己的秘密被揭露 他们执行双子计划 把这个杀手做掉 而杀手亨利早已有所准备 就在刚认识不久的女伴丹尼尔 去拿快艇钥匙的时候 被一个壮汉用枪劫持 询问亨利的下落 不要看丹尼尔 只有美丽的外面 身手也是不同 虽然在交手过程中 壮汉不等言相惜 撞碎了玻璃 还按在桌上磨擦 丹尼尔掰断壮汉的手指 避者踢向父母 等到亨利赶来的时候 壮汉已经被丹尼尔制服 还从他的口中得知 是谁要来暗杀他 在一个荒岛上 亨利的好友巴伦 开着直升机 接他们到自己住宿 这样的住处 应该很私密无人知晓 但是紧接着亨利 看到外边有个 身手敏捷的人 跑上了屋里 赶紧做好准备 第一时间叫醒了丹尼尔 让他和大亨去安全的地方 自己去对付这个杀手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亨利通过水中的道理 判断方位 隔着衣服削衣射出两枪 即使躲避攻击 跑到吊车的前面 敌人在上方 这里的位置太过分 亨利及时跑到一个石柱后面 换上装备 在红星瞄准 镜中看到了这个 他愣在了原地 感觉自己像是看到鬼魂一样 杀手拿出折叠枪向他射击 丹尼打断体力 衝向二楼墙 可是杀手的身手十分冷 裹开了子弹 顺着树枝滑到了一楼 而顺手扔来了一颗石 在楼梯间 丹尼对着镜子 想让这个杀手束手就起 刚才没有杀他是因为 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 而这个杀手并没有止步不解 无奈只有扔出手 这个杀手奇迹 丹尼跑到楼顶响以高取胜 没想到被一枪打中楼梯 差点送了下 在杀手界数一数二的亨利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劫持一个人的摩托车 想担紧离开这里 开到路口拿枪等着杀手找来 但是没想到会在十分钟 一直射向自己一枪 就这样 自己在公路上 杀手在堤坝上展开了对局 在堤坝的尽头 杀手飞出摩托 跃身而下抢走了另外一样 开过木板桥 翘起前台挡住射来的子 急速追上和亨利拉近了距离 拉着几下亨利失去平衡跌落下 还没有爬起来 就被杀手一个神龙百尾重重地砸在身上 再来一个360度打旋轿扫翻 此时的亨利浑身酸痛 杀手再次开来 原地坛跳起身躲过重击 站起身及时坐在车口上 不然小弟都会不跑 杀手并没有止 显然是不死不休的剑 开阻玛丽直接送出摩托车 拿出小刀想置亨利于死地 警笛声响起这才终止了一场杀戮 丹尼尔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了亨利 现在他们要到布达佩斯 找到杰克的线人游领 找出要杀自己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熟悉的两人 却在一起经历蒼林戴影的煎熬 在这之前 丹尼尔通过杀手的血迹和帽子 查出他的DNA和亨利一模一样 就是说私人军事机构 克隆出了和亨利一样的杀手 现在政府抛弃了他还要杀自己灭口 这样的是在俄罗斯是家常便饭 身在美国的亨利却没法接受 即便亨利是杀手界的侨主 但也会疲倦也有恐惧关系 感到疼痛甚至悔恨 不是他们理想的士兵 不够完美利润就会降低 克雷改造基因扮演上帝的角色 必须要有人阻止他 亨利假接丹尼尔要重返中情局效命 引出了杀手来接他回去 杀手把丹尼尔带到了地下墓穴石英室 他不想接走丹尼尔 而是绑架了他要在这个地方杀了亨利 杀手不知道 两个人的对话都被亨利禁收而顶 在自己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被亨利卸去武器及时侵入 两个人长得如此之小 就好像看到了年轻和年老之后的自己 亨利告诉了杀手真相 是他如己的克雷不是他的亲身要主 自己只是克雷DNA下的场 为疯子扣动扳机肆意杀人 看着流出眼泪的小可 克雷抱住了他 企图用父亲的爱来渲染他 几人来到一个秘密之地 没想到小可又找到了他们 还对丹尼下了疯毒 他要验证亨利说的话是否属实 如果是DNA复制品 那么亨利就会像自己 对疯毒过敏窒息而死 看着亨利痛苦的样子应该没错 给他打了解药 并拿出了三年前做手术 中情局在他的膀子里放置的追踪新品 这也是为什么杀手总能找到他的原因 小可和亨利一样杀人并非是本性 现在他们要联合起来一起对付雷克 汽车开到中途 雷克打电话让小可离开这些人赶紧跑 最亲密的好友巴伦没有跳下车 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容不得他们悲伤 战车已经开到了爆炸现场 一个头戴面具的杀手 对着两人开启了杀戮 身经百战的亨利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 他告诉丹尼尔 装甲的弱点在于接缝处 击中眼睛和脖子最致命 两人一右一组 弱点击中眼睛和脖子最致命 看你击中眼睛和脖子 看你击中眼睛和脖子 击中眼睛和脖子 现在他们还剩一发子弹 丹尼尔为自己包搭伤口 回想起两人的经过 还历历在目 第一次在海党相识 第一次揭穿丹尼尔的身份 第一次对着自己微笑 直到现在并肩杀敌 不是恋人 却胜过恋人 一颗子弹解决两人 这一刻我的心中有点波澜 是在同情他们 要用斧头和敌人肉 胜算几乎为零 这是外边莫名的 一人一个接一个的导致 原来是小可帮他们解围 之前小可找到雷克 把他打晕 但是还活着 这就意味着他们 还要面临着被不断地追杀 下令斩杀的手势 海甲杀手翻墙走壁 跳跃到墙里 不怕子弹的射击 两人连手都败在下方 每一拳每一脚 都是力道师 近身格斗相比两大高手 更胜上力 拍了拍身上 还在燃烧的火焰 一记连踢 踢倒一人和亨利的手枪 360度回旋踢 又把亨利制服 这样打下去必败无疑 丹尼尔扔出一个汽油瓶 掉落了 火焰不满杀手 这还是人吗 火烧还不知能够 小可不停地补枪 终于制服了杀手 拿掉头盔 竟然又出现和亨利一样长相的人 雷克这时走了出来 解释为何要这样做的原因 小可想拿枪杀了雷克 但是被亨利阻止 他不想让小可 自己一枪解决了雷克 六个月后 丹尼尔升职加薪 亨利为小可弄了新的身份证明 三个人都开始新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